大家好 我是MissNillie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以一个不是MissNillie 而以一个Nillie的身份 去和大家用过来人的经验去分享一下 留学生有六样 我觉得是不需要带来加拿大的物品 是可以在加拿大买 不是说留学生不需要这些东西 但不需要在其他地方带来 而很多人都会说 我没想过你会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会意想不到 但这只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自己也撞板过 我会分享一下我撞板的小故事给大家听 未必是会和所有人是一样的 所以每个人都想法不一样 我只是分享一下我的经验给大家 首先在未开始之前 也希望大家可以 like share comment和subscribe 因为我非常需要这个sharing和subscribing 因为我自己就不会做很多不同的广告 或者宣传也不会跟很多人合作 所以如果真的需要其他人可以看到这些资讯 就是需要靠大家帮我用口碑来share 然后第二件事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和我的facebook page 因为我自己在学到social media 但是是有朋友帮我暂时管理的 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follow 就可以不会miss out任何的video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完整个过程 因为我自己做老师 我自己就知道我自己比较长气的 因为我不喜欢只是说你要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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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这六样就是你不要带的了 我是很喜欢去解释给大家听 因为当你知道为什么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只是想说就是要这六样东西 但是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很相似的 你也可以想一下其实我是不是需要带来呢 因为始终留学生的行李的位置是真的有限的 所以怎样可以用一个有限的位置 就是带来一个最有效的东西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资讯 首先你就会说 miss nilly你凭什么身份可以这样说 第一我刚刚来的时候 虽然我都来了加拿大差不多20年了 未到两三年左右差不多了 然后我那时候来的时候 是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过来的 之后我才proscribed work permit 然后又再拿封业卡之类之类 我自己也做过留学生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也都明白我那时候会带什么过来 或者是家人会带什么给我 所以就要很精心地挑选 究竟有什么是要拿过来的 有什么是不应该拿过来的 我自己也都是好像做了臭儿子 臭女婆那样 其实呢我已经有很多比如说亲戚啊朋友啊 他们会过来加拿大的时候呢 我都会接待他们啊 那我也曾经做过guardian啊 那然后同一时间 因为我自己做老师的嘛 那我知道很多学生 我自己也有很多学生是留学生来的 那他们都会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的嘛 那所以呢就变成了我就重了一大堆 就是我自己的故事啦 我的亲戚朋友的故事啦 然后我的学生的故事呢 就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这六样东西是不需要带的 那好了 对了 然后我是很后悔的 而且连板都做了 所以我很后悔 我忘记了自己加了这个slide 那首先呢 同样都是跟大家讲 就是我知道呢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看youtube视频都是这样的 我就会pose了去 然后看看那个list是什么啊之类的 那当然啦 你看到我的list是 就是你会说就是这样 但是同一时间呢 我希望大家真的可以看到这个video 是真的要明白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理科老师 我经常说你不可以只是学个hardcore concept 你是要真的要明白为什么 要不然你就不会懂得应用的了 那所以大家真的要听一下 我为什么去分析一下这六样东西 我觉得是不需要带来加拿大的 但是有些人是觉得是需要的 我不会跟你争吵 因为这个只是我的经验 或者是我的故事 或者是我亲戚朋友的故事 或者我自己学生的故事 那好了 首先第一样东西 就是冬季的衣物 和鞋子 是千万不要在你的国家买油 带过来加拿大的 但是我仍然都推荐 是带一套的冬天衣 最少一套的冬天衣 但是不要说你本身是没有羽绒 然后就特意在香港买一件羽绒 然后或者特意在不知道哪里买一件羽绒 然后就拿过来加拿大 除非你那件羽绒 是真的在一个长期是冬天的 就是很冷的地方买的话 如果不是我也是不推荐 那些人是带这个羽绒 或者特意去买 那如果我说冬季鞋 我是说冬天有些鞋 它很深坑的那些 即使你踩下去的冰度 是不会滑 它未必一定去到snowboot 那种程度 但是就好像那种 譬如说timberland 那些有些少少坑纹那些 那我就不会建议你特意在香港 或者其他地方买过来 那我会说一下为什么 那很多人就会说 Ms.Nilly为什么你这样说 就会说 喂加拿大买的衣服都很贵的嘛 然后加拿大那些衣服又很满 因为其实来来去去去的款都是这样的了 那当然是在香港 或者在台湾 日本那些买好衣服过来用的了 那其实最主要为什么 我会说这个冬天衣服 我还要特意说是第一件事 就是因为第一 它不够暖 第一不够暖 第二就是我们会放干衣机 那先讲一下不够暖这个问题 虽然你譬如说同一个牌子的衣服 可能我不会名牌子 但是同一个牌子的衣服 你在加拿大买过的version 和你在香港买过的version 其实未必是一样的 加拿大的衣服 在加拿大买的衣服 是真的暖很多的 我自己和我家人 是拗过这个问题 拗过很久的 因为我自己 我其实就不是很怕冰的 我差不多是这一两年 我才真的开始 买了一件冬天衣服 但是其实我来了十几年 我也是没有正式的御用 或者什么的 但是我家人就很怕冰的 但是我做留学生的时候 我一期人都会来探我的 然后他可能有时候来到冬天的时候 他们就会带整个行李箱 比如说有鱼绒 又衣服 又很多那些 很厚的衣物过来 然后我就说你带很多厚的衣物过来 都没什么用的 其实都是不够暖 然后他们就会不断跟我拗 但是最后我还是跑去我的衣柜 拿我的衣服来穿 但是你就会说 你不怕冰 当然是什么 但是我就是说 我那些很怕冰的家人 跑去拿我的衣服来穿 因为我的衣服 全部都是在加拿大买的 所以其实加拿大的衣服 未必是特别厚 但是他通常相比之下 他是比香港 因为香港是一个 你冬天冻极都有限的地方 其实他的衣服是暖很多的 而这个也会包括 冬季冬季那些 我们会特意买一件很大的大衣服 虽然在加拿大买真的很贵 可能要200元 或者100多元才买到一件 但是我其实就不太知道香港的价钱 因为我很少在香港买这么大的衣服 但是你可能在加拿大会觉得 很贵啊 200多元买一件衣服 但是他真的是一件衣服 就可以打天下 就是真的很暖 你里面可能穿一些长袖衣服 那你就会觉得暖了很多 因为真的每一个地方 他们买的衣服 都是适合起地区的气候 所以无论是你就算买颈巾也好 买衣服也好之类那些 在加拿大买是真的暖很多的 但是我仍然都是说那句 都是说记得一定是带一两套回来 因为你不知道加拿大什么时候冻 其实有时候十月冻 有时候十一月冻 那你可能会赶不及买 但是那时候十月十一月又不会冻到很夸张 所以你就可以用一两套衣服 去buy yourself sometime 买一些时间 然后就可以慢慢去再买一个 或者真的适合你的winter jacket 或者winter boots之类那些 第二样东西就是加拿大 因为我们日照的时间不长 尤其是冬天 而且因为常常冻 也不是说很多阳光 那变了晒衣服 或者晒衣服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虽然不是说我们不晒衣服 但是真的比较少 所以尤其是去到冬天的时间 或者秋天的时间 我们用干衣机的时间就会比较多 而且如果你在大学宿舍 基本上一定会用干衣机 但是香港的衣服 它不是设计性 让你用干衣机干的 所以起干衣机干的话 就很容易缩水 我曾经试过有一件衣服 它本身是可以扣到下去 差不多我的臀部 但是这件衣服被我穿了一年之后 是洗到好像真的露池装 所以真的有些衣服 真的不是设计用干衣服 所以在香港买的衣服 就未必很适合在加拿大 但是经过这个控干的程序 有时可以看回 如果物料是全棉 通常会耐久一些 但是如果物料是多一些 比如说人造纤维 其实它们就缩得很快 所以你在香港 比如说带过来的衣服 如果你是比较多人造纤维 可能在这里就未必可以捱得到太久的干衣机 当然因为那件衣服我很喜欢 我洗了很多次 就是我又穿又洗又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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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多就洗到变了老池装 但是如果你有多些衣服 就没什么所谓 但是真的会缩水 如果在香港买过来的 但是如果是100%咖啡 就会吸收很多 第二样东西就是会发热的电器 这个我真的要解释 是有science behind 就是有science的根据 什么叫会发热的电器 例子有风筒 烫斗 电饭煲 或者发热的煎 总之是有发热线的一些电器 我都不太推荐大家拿过来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是香港 香港是220W的电压 我不知道这个字是不是电压 总之220W 然后这里就是110W 其实我们的电压 是不够香港那么厉害的 但是有时候你在香港买的电器 它们是设计给220V的电 而在加拿大的电器 就是设计给110V的电 然后你就会说 那我带个电压电器 那我那时候也是这样想的 有一年我就回过去 如果相安无事 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 但我有一年就回过去 我那时候好像是大学的 回过去香港 然后其实因为我从小到大 都是有做学生运动员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的头发 通常都不会很长 我是去到大学的时候 才开始留下长头发 所以风筒对我来说 是一个不是太常用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大学的时候 就回到香港 那时候我就有长头发 然后家里经常说 你洗完头就吹头 那我就拿起风筒 我说挺好用的 很快就吹干了头 那妈妈就说 你那么喜欢风筒 就拿回到加拿大用 那我真的拿回到加拿大用 然后就算我拿起变压器 譬如说由三只脚转两只脚 然后它都是 你感觉到你过来的时候 你是完全没有 没有了那种很厉害的那种感觉 就是仍然都是work的 没有人说不work 但是就没有了那种很厉害的 风筒的感觉 譬如说你教heat的位置 你教到全heat 其实都没有在香港用那么热的 然后譬如说我妈試过有一次 是带那些旅行烫斗过来 仍然都是一样 就是没有那么热的 所以变了 所有一些有发热线的东西 不是说你用不到 在加拿大 但是你用的时候 你就会 expect 就是不会说 好像你心里面所想的那种程度 所以譬如说最后来 我是拿回个风筒回香港 就是我第二年回香港的时候 拿回个风筒回香港 我最后来是在加拿大 自己买回个风筒 然后烫豆也是 然后我自己就没有电热煎的 那电热煎我也是在加拿大 因为都不知道怎么大 但是现在我知道 在香港出了很多那些 一人电热煎 很小的电热煎 那我就 就是我 我就没试过 但是有些人 如果你试过 就告诉我 会不会说 好像风痛 突然下跌 大家可以跟我说一下 但是我自己个人经验就是 我的风筒 烫豆 那些 真的没有在香港用的时候 那么爽快 热得很快 或者是吹头吹得很快 但是呢 有个例外 例外就是 除非它是USB powered 因为USB 如果它是用USB来插的 因为我知道有些很小型的 饭煲 不是 饭壺之类的 它是有那个发热线 但是它是用USB来整热的 USB的插的 USB插的 就会好一点 就不会说好像三脚 或者两脚那些 因为它预计了是 不需要太大的一个 Voltage 所以变了USB就会好一点 但是 仍然都是那一句 我自己就不是很试过很多不同的电器 但是在加拿大 就选择不多的 譬如说你风筒 烫豆 或者这一类型的电器 选择就没有香港那么多 香港真的很fancy 每一次回香港的时候 看到一些电器 我都觉得哇 真的很多fancy的东西 但是在这里 用到就可以了 即是价钱不是说 特别贵 但是用了就多了 好啦 第三样东西就是 洗澡和洗头的用品 这东西仍然都是有科学的根据 但是我仍然都会推荐 就是带一些旅行装的 洗澡和洗头用品 因为你都要时间去买的 那你到步的时候 那些旅行装那些 可能帮你捱到一个星期 或者两个星期 那你就可以用那些时间出去买 那当然你譬如说 我现在拍片的时候 液症关系 那可能要隔离 那变了你可能就要带 多些那些旅行装 那但是我仍然都是不主张 带一些很大支的 洗澡液或者洗头用品 是过来加拿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加拿大 它的水其实是一个硬水 什么叫做硬水 有些人听过什么叫硬水 但是what exactly是硬水 硬水呢 硬水呢 其实是一些水 是很高的mineral 譬如说很重的鈣 就是calcium 或者很重的magnesium 就是尾 通常是一些很多山 石 这些很多抗物质的地方 那些水就会特别硬的 那你就会说硬水有些 很多抗物质就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图 譬如说Alberta那些地方 是特别硬的水 因为多山 但是为什么会说 你会说多多抗物质就好 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它多抗物质的话 其实它是会和你那个 有很多洗滴用品的东西 譬如说 繁简、shampoo、body wash之类 它们是会有一个化学的作用的 而化学的作用 是会令到清洁的效果 是会减低的 因为本身这个 很多的 就是soap 我说不到中文 很多soap、shampoo 或者body wash 这一类 它们其实都是用一些 sodium类的 sodium类的molecules 就是一些粒子 是不是粒子呢 中文真的不知道 sodium用的molecules 然后它们的calcium 或者magnetium 它们会和那些sodium 会有化学状 然后就会减低了 你本身那些 就是你所用的清洁剂的清洁效果 那变了你就会觉得 好像洗完头等于没洗过一样 或者是洗完澡等于没洗过一样 而且你可能会觉得 会有一些粒粒的那种感觉 然后第二件事 就是它令到你那个shampoo 或者body wash 它就会难起泡一点 你会发现 在香港那些shampoo body wash 在香港那些洗头水 会有很多泡 但是在这里就会比较少 因为那些水比较硬 但是有些house 就是会自己把它 安装一些軟水系统 但是如果你说 你住大学宿舍 有鬼暖水系统吗 大部分都是 自来水是什么就是什么 那变了就会难起泡一点 那难起泡一点 其实很难捉 在我身上 或者在我头上 那变了就会 你会用多了 用多了洗头水 或者洗涼液 之类那些 那你用多了的时候 同一时间 你会更加容易脱头发的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在加拿大 就会比较容易脱头发的原因 也是因为硬水的问题 而大学宿舍是不会帮你转硬水 所以变了就不会太建议 将香港拿过来的 shampoo body wash那些 会拿过来用 但是譬如说 那加拿大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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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设计的时候 就已经是打算设计 给硬水的系统去用 那变了呢 他们虽然都是会减低了 清洁作用 虽然都是会难起泡 但是它不会好像 在一些好像香港 比较软水的地方 那么extreme 那么大程度的分别 所以在加拿大 最好就是用加拿大 本土出品的 shampoo body wash之类的 就算说牌子是一样 其实它的配方 也有点不一样 好了 下一件事就是文件夹 那你就会说 很多人都会说 戴文件夹 为什么不戴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 包括了folders 和binders 就是两个不同类型的文件夹 第一个就是说一下 为什么会不戴这个文件夹 就是因为加拿大 我们最常用的纸 就是一个letter size的纸 而在香港最常用的纸 是一个A4 size的纸 以前有很多人跟我说 A4 size和letter size是一样的 其实不是的 它是有少少少少分别的 A4 size它是窄少少的 letter size就较一点 然后letter size就短一点 然后A4 size就长一点 如果你在香港买那些folders 就是普通的file 然后过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就会不够阔 然后你把加拿大的纸 塞进去的时候 就会在侧面 就会凸了一点 但是如果我自己就是很规模 很执着起那些 如果凸了一点 我的纸就会炒的了 我记得拿过来 在香港买那些A4的folders 很漂亮的 例如有不同的卡通公仔 然后看到一些letter size的纸 就会觉得 如果我放在书包里面 会不会炒的 之类那些 所以如果你是像我那样 就是不想那些纸炒 你买个folders 也是为了不想那些纸炒 那你就不要带那么多A4 size 但是你仍然都要带A4 size 因为你会在香港带文件过来 譬如你针卡 成绩表 什么什么的 所以你仍然都需要一些 A4 size的folders 但是你不需要特意买多一些A4 size的folders 过来这里用 因为你是不适合 size的 你仍然在这里买 一元店大把 虽然一元店的quality 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仍然用一个 没那么好quality的 我也不想那些纸 在角落里面炒 所以你说我很執着 我仍然是这样 我仍然是这样 我仍然不会建议 买多个你需要 比如说你需要带你自己香港来的 Documents 然后你放一些A4 size的folders OK 但是你不需要特意再买多一些 好了 第二个文件夹就是binders 在香港好像我家人就跟我说的box files 就是一些硬的有打孔的 然后你放一些纸下去的一些folders 然后呢 其实为什么会说不需要带binder过来呢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香港买的那些便宜一些 或者怎么样也好 因为在这里打孔机是三个孔的 在香港打孔机是两个孔的 所以你带一些香港拿过来的binders 你这里的打孔机打完那些纸 是进不了香港的binder 所以你仍然是要买三个孔的打孔机 然后用回这里的binder 其实三个孔的打孔机是很容易找的 在dollar stores都有的 然后binder仍然都是 在dollar stores都有的 所以不是很贵的 那你可能你说dollar stores的quality 当然是没有特别好 但是你的两个孔都不对 那怎么用呢 所以你就是不需要带一些binders 或者圈孔的folders过来 所以文件夹 很多人未必会说这件事 但是如果在文具方面 binders啊folders 这些是不需要带的 binders就完全不需要带 带足够的进入自己的document 就可以了 第五件事就是床单 很多人就会 我其实在上网都见过很多packing list 叫大家带一张床单过来 我都会recommend 一些人会带一张床单过来 但是我说的床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那些有带筋的床单 因为我们常常有带筋 那些床带套在床上 然后有一些带筋 然后有一些带筋 香港那些床单 它通常都会比这边的床小 就是说单人床的床单 和这边的床单 会比较小一点 而且这里的床褥 比较厚一点 比起香港的床褥 那你就会发现那些有带筋的床单 就会带不到上去这边的床褥 然后同一时间 因为香港的床单 很多都是 除非你说特意买全面的 如果不是 很多都是会有人做纤维 那你多洗两洗 有缩水 更加带不到床 那所以如果你说 带一张床单 是用来 就是 用起你的床 是想着用得久的话 那就没什么意思 但是 譬如说你过来的时候 你可能 在一个Airbnb里睡 然后没有床单 我不知道Airbnb 为什么会没有床单 但是你如果很担心 或者你是直接搬进宿舍 又怕宿舍没有床单的话 那你就可以带一份床单 带一份就好了 然后呢 就是 尽量用些没有橡筋 或者是买大一个尺寸 情愿是松 都不要窄 因为松 你起码包住整个床褥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 尤其是现在疫症 他们可能在机场一下机的时候 就直接去宿舍 即是去完隔离酒店之后 就直接去宿舍到隔离 然后宿舍是你自己要带床单的 所以我会推荐 即是带一些没有橡筋 即是长方形的 即是没有橡筋 即是没有橡筋 或者是在香港 譬如买些商人床的床单 先盖住 那你就会说 哇 松痘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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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痘 都数据症痘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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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痘� 尤其是大學宿舍會安排學生去買東西 當時可以買到一些洗澡毛巾 不需要太擔心 但在香港大部分的洗澡毛巾都是比較薄的 又薄又細 對比在加拿大那些洗澡毛巾 但在加拿大雖然說有暖氣 但有時候洗澡毛巾都是冷的 有寒意的 我之前一開始的時候都說過 我真的不怕冷 連我都說有寒意的話 洗澡的時候真的有寒意 如果不蓋薄的毛巾在身上 就像家長輩所說很容易摔傷的 所以我建議帶一條洗澡毛巾 在香港那些 然後在這裡先做 然後再去買大小小小小的洗澡毛巾 幸好通常人們過來讀書 不會說冬天過來讀 不會說冬天才過來入學 很多都是在九月開始入學 那時候也是比較暖的 那一條洗澡毛巾在香港拿過來的那條 其實都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想如果 因為我不怕冷的 但是一些怕冷的人 可能十月尾開始 就真的需要一條長 大一點和厚一點的毛巾 當然你說如果你在香港 可以買到大一點厚一點的毛巾 可以捲住自己 好像一個burrito 那當然在香港買 不過可能有點重 那不要浪費重量 不要浪費位置 戴一條適當的毛巾 你可以抹到新的 然後不是特別重的 用來頂住先 然後在這裡再買一條 那這個也是我自己的經驗所得 還有我看到 譬如說我自己親戚朋友 我自己的親戚朋友 是跟我一起住的 我們也是這樣的結論 那好啦 最後最後 多謝大家收看 我希望可以給大家 雖然我自己是很長期的 講了一半個小時 但是我好像說書一樣 希望大家不要悶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其他東西 都想看的話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資訊 是想知道的話 歡迎大家like comment share 和subscribe 還有我也是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那所以每一次 譬如說like comment 我都會很開心 那這些都是我的動力 因為自己還是 我還是在教科技 然後要留夜 就是睬眼睡去拍片 都是很希望可以大家 有一些支持的 所以希望 like comment share 和subscribe 多謝大家收看 嗨 嗨